地球证词 佩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们在今天的这部影片 才发现原来我们人类的这个文明 跟地球板块的关系是来得这么大 那才发现说许多的文明的发生 其实它都是在于这个板块的边界 有一些断层带来的一些好处 才能够让我们能够享有一些 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些礼物 那今天能够请到老师来谈谈这个部分 实在是太荣幸了 那首先就是想请老师来帮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在影片中其实看到很多这个在板块边界 因为断层的关系所得到的一些 一些优点吧 我们可以这样说 那它大概会有哪些的这些面向 是不是请老师帮我们整理一下 OK 在地质学上现在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称为板块学说 那板块学说所谈到的就是地球表面是由像七桥板一样 整个一块一块的板块拼凑起来 基本上有七大板块 中间夹有无数的板块 那这些板块互相在移动 那重的就会隐没到清的底下 然后在有些有些地方就形成 所谓的新的板块就形成 就在我们叫中央级 那在海购的地方就隐没下去 那没有隐没的互相移动就形成所谓的断层 另外一个互相挤压如果两个板块的那个什么 比重差不多就互相撞击 撞击的结果就形成所谓的现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 以及我们的台湾的中央山脉 就是两个板块互相的撞击所形成的 那在这些撞击过程中物质一直在交替 交替的话就行了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地底下的一些重的金属啊 一些贵重的金属啊 或者贵重的一些有用的材料 就会带到地表上来 累积形成矿 那原类基本上的文明的发展 跟地质的这些材料有很大的相关 例如我们通过石器石灾 用的是石头 黑耀元是来自地球的这个石头材料 那接下来也变成青铜器石灾 青铜器就从岩石里面 就像在银片里面 对从银片里面那个什么 一个叫孔芊石的马拉凯德的这个里面 提炼出来当铜跟锡的合金形成青铜 铁器从很多的铁矿里面 那个提起出 这个有用的一个材料 形成铁器石灾 那现在最广泛为人所利用的 这些石油天然气 基本上也是从地层里面抽取出来的 所以人类文明跟这些所谓地质材料的 使用不同的地质材料的演技 有息息相关 所以基本上 所以你要用这些 你一定是住在这个地方最好 不用搬运很远的地方 所以那个住在这些板块边界 又有这些县程的材料可以利用 就是文明的发展就这样起来 是 而且以前我们在观察这个文明的起源 我们都会用水来当做很重要的这个观察 今天真的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板块的角度来做观察 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那在影片中他就是有介绍到 其实像沙漠这个地方 要有水源非常的困难 那大部分的沙漠水源大概都是地下水 那这个地下水 它一定要透过断层的方式才有办法 让我们人类可以在比较容易使用到吗 在沙漠里面基本上为什么形成沙漠 因为它的降雨量少于它的增滑量 所以沿先在地表上的这些水就慢慢被增滑掉 所以这个水就又往地 那个地底下一直撤退 所以只能存在地底下 增滑不到的地方才有这些地下 才流得出 对对对对 残留在这个底下 那这底下会流动 你如果去偷它一下 如果没有其他地方来补充 基本上就一下子就没有了 所以这些水的补充都是沿着所谓的破裂面 我们的破裂带 那断层就是一个很好的破裂带 那有一些降雨在其他地方降雨下来补充 那沿着这破裂带就补充过来 所以在沙漠底下 你就可以有延延不断地地下水存在着 就是这样的原因 那这些管道 断层就提供很好的一个管道 让这些水从眼处流动到沙漠底下 让我们沙漠就寄住在沙漠地区的人 把它抽起来使用 那其实在文明的这个发展 尤其是我们比较这个古人 只要能够有能源可以用就尽量用 谁会想到这些灾害呢 其实也是到后来才碰到的 那在所有的这个能源里头 所有的资源里头 我想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石油了 那在影片中其实就有提到 这个圣安德鲁斯矿层里头 那地方就是好地方啊 又有石油 然后这个土壤又非常的肥沃 然后它这个能源矿产其实都相当的这个充足 那是不是能够谈谈 它那个地方为什么能够形成如此 应该是带有这么多附加的好处的一个断层带呢 OK 那个我们基本上要有石油 或是有刚才谈到的金属矿产 要有很好的除击层 那石油 生成石油的条件 第一个你要有所谓我们称为生油层 什么叫生油层 就是说石油的原来的成分就是 所有的古生 古代的生物或者植物死亡以后 埋藏在地底下分解以后 所形成的这个所谓的物 这些含有高碳氢化物的这个液体 就叫做石油 那有生油层了以后 这些生油形成 形成生油水 你要这些生油因为比地下的岩石轻 所以往上跑 如果没有一个除击层 它就跑掉了 你就开采不到了 开采不到了 所以那个在除击层里面 除击层的地方 我们刚才谈到断层带 断层带的话 虽然也是一个很好的通道 有些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什么 一个蜂蜜蜂蜜带 因为黏土宽屋 刚才讲到黏土宽屋 那个很细 这些所谓的液态的石油 或者气态的天然气 就不容易穿透 就会累积在断层的这个底下 把它封存在那里 不要封存 把它盖在底下 然后这些油气一直累积在这边 形成一个大的油田 油田人发现了 再下去砖探 把它抽起出来 就我们所谓的黑镜 就这样来的 是 所以那个什么行程石油 在那个什么 然后整个Android Ford 都要听读后的原因 因为它是在板块边界 板块边界 那个移动的距离很大 那从其他很多 岩的地方的这些所谓的 行程的石油 全部都汇集到那里去了 然后就形成很好的一个油田 是 那所以你在找的 现在比较少 在刚刚发现石油的时候 整个加州到处都是砖井 砖井取游的一座一座的油井 这很壮观 没错 而且它那个地方还要有 其他还要配合有矿产 那还有这个肥沃的土壤 所以它其实是很多的一些 因缘的巨竹的这个大汇集 那就刚刚其实就说到水 我们就地址来说 我们最喜欢 就是希望可以喝到 对我们健康的这种矿泉水 那就感觉到这矿泉水 从这个井里抽出来的时候 是非常的这个冷冽冰凉的 然后又对健康有帮助 那要怎么样才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让我们可以有这么优质的 这样子的矿泉水可以饮用呢 我们一般所喝的这矿泉 就是含有一些矿物质 然后温度会一直保持很低的 一个很重要的 里面有含很丰富的CO2 这个气体 二氧化碳这个气体 那二氧化碳这个气体的话 基本上有 在它的行为跟其他气体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气体溶解在液体里面 是随着压力的增加而增加 就像汽水一样 对对对 就像汽水一样 然后它在深处里面 它含有很多的二氧化碳 当它上升就压力减低了 就像我们把气水打开以后 压力减低 它就CO2就跑掉 那CO2这个气体在跑掉的过程 它是一种吸热反应 它就把水中的热拿掉 所以你这个水中的温度就下降下来 所以就保持一直保持囊的状态 这个我们称为冷泉 所以那个你去冷泉 去输澳冷泉看 你看它出来的时候一直在冒泡 其实冒泡就是保持它 对它二氧化碳跑掉的过程 保持它冷的一个环境 是 所以不是它在底下就是冷的 是上来的这个化学反应让它变冷的 对对对 在上来过程中气体跑掉才变冷 其实在舒瓦那地方的话 过去有一些砖碳 砖的话 大概100公尺 大概150公尺 大概200公尺 其实温度有30几度 那一点都不凉啊 已经都快到温泉的一个 已经是可算是温泉了 可是上到地表变成冷泉 保持20度就是CO2跑掉 吸热反应把整个水的温度下降的结果 所以其实这个温泉跟冷泉 它在行程上头的这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没有错 温泉只是给它这个就可以了 可是冷泉要CO2跑掉 那另外在影片中 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它有提到说 这个海底火山这个热点 它是会飘移的 那我们就在影片中就看到 好像这个火山就慢慢慢慢的移走 然后一座一座小岛的就冒出来 那我们光看这个影像 不是太能够理解 那请不请宋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OK 这就跟刚才所谈论的板块运动 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一般在地质上所定义的板块是 地球表面150公里里的厚的 包括地壳跟部分的地寒的物质 所组成150公里 那底下是我们称为软流圈 软流圈是可能 更高的温度 那在这个热点的这个地方的火山 它的岩浆库 基本上火山就是要岩浆喷到地表 才能形成火山 那在热点这个地方的岩浆库 是在这个板块 这个150公里板块的下沿 那岩浆一直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有机会就跑到地表上 变化形成一座火山 可是你板块移动 移开以后这座火山就往前移动 那这下一次火山变化上来之后 它又形成一座火山 又往前移动 所以一座一座火山 就这样排列起来 所以你把太平洋的水抽干 你就可以看 从阿渡泉群岛有一个突出去的 那海底有一系列的一个岛屿 我们叫做帝王列岛 帝王列岛到中间 大概中间有一个转折的地方 这个本来是北北溪的方向 转成西北的方向 这个我们叫做夏威夷群岛 那整个就一系列的 很线性的一个排列 都是热点 然后板块运动加上热点 然后岩浆作用所形成的 相当壮观 那这个磁器来已经日年了 哇 而且听起来很有趣 它好像就这个板块运动 就好像是一个输送带一样 然后热点就是一个火山 一个火山的制造 然后它就是板块运动一直走 然后一个一个一个列岛就形成 对没有错 那其实就我们看我们台湾跟日本 其实也是一系列这样子的一个岛屿 那我们都是在这个板块交接的地方 那是不是请老师来跟我们 提醒一下我们因为这个板块运动 那因为这些断层 我们台湾想有哪些好处呢 基本上那个什么 那个台湾这个 台湾对板块边界 然后有一些火山活动 那些火山活动的话 基本上我们知道 台湾北部最有名的金瓜石 过去产了大量的金框 还有一些铜框 基本上是所谓的这个板块边界的 一个好处所获得 可是在板块边界有一些坏处 另外一个谈到好处要强调 台湾的那个什么中央山脉 为什么高山峻岭这么壮观 也是因为板块边界互相碰撞 快速农生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这是那个什么台湾未落在 坐落在那个什么板块边界的一个好处 动物的一个研究 那个中央山脉的东丁西边物种完全不一样 就是因为这个山脉的一个阻隔 造成他们没办法交流 所以整个物种的一个演变多样化 就是因为有这个山脉的存在 那另外我们在影片中 有提到整个在西洋历史上 非常著名的几个城市 像是约旦的这个佩托拉城 耶利哥城 还有这个曼诺安文明 那都是在当时是圣极意识的文明 那也是因为这个断层代的好处 让它发展起来 同样它的灭亡也是因为断层代上面 刚刚老师特别提醒的这个风险 那以这个地质学家的角色 我们在看待这些文明的星面 你觉得我们应该用什么眼光来去看它呢 一般我们人都常常有一个很志傲的 很骄傲的说我们人定圣天 其实你人定圣天只是一时的 最终老天爷还是会把你拿回去 因为毕竟自然的力量实在太大 那个人不可能去overall的把所有的上天 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啊 对对对没有办法 就像那个什么一个地震 你不可能去阻止它发生 可是它就会发生造成你整个文明的毁灭 或是一个火山它就喷发了 你真的拿它没办法 只能逃 对对对对 那其实像是有一些文明它虽然 力经了这些可能是大自然的考验 它有机会再重建起来 可是真的有一些就没有办法去再去做重建了 那它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 我想重建能不能重建很重要的 就是当时的科技当时的一个环境条件 就像以现在而言的话 那个我们像我们的积极大地震 或是那个2011年的日本东北大地震 这些等等 因为现在的那个科技武 这科技相当的进步 然后这些汇墟 这些房屋倒达相当多的这些汇墟 我们在有很好的清除工具 那个怪手啊什么这些 可以把这些 那个什么 我们叫debris 就是这些汇气的这些瓦礫 把它搬走 搬走以后才重建 在这边重建起来 可是在古老的一个条件里面 它都要用人手 这么大量的这些瓦礫堆下来 你很难去处理 如果你真的要硬去处理的话 你所发挥的人力物力财力 倒不如你再重新找一个地方去 减造一个比较快 对 所以我想能不能重建这次当时的什么 就是这些善后的能力而定 而不是跟其他 我想跟其他的这些想法什么 没什么关系 是 那其实说到这一点 刚刚老师又特别有提到 我们921的大地震 那我们台湾在断层带上 我想地震啊 这个是我们拥有无法摆脱的宿命 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我们有哪一些风险 是我们平常一般的这个民众 比较没有意识到的 那除了地震以外 那可是对地识学家觉得说 其实这件事很重要 你们大家应该要放在心里 对没有错 就是说地震基本上是在台湾 就看除了这样子 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宿命 一般民众要有一个意识 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就是说 有地震来你家的抗震能力 你家的房子抗震能力够不够 是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要呼吁的就是说 民众应该随时有一些 因为我们处于地震带 随时都要有所谓的地震救命包的这个概念存在 在家里放一个 每半年去整理一个救命包 因为就是我们在很多过去的这些经验里面 尤其9月的经验里面 那当黄子倒塌 让人陷在里面的时候 可是你如果说能支撑一段时间 有一些 有些简单的这些工具啊 有些简单的食物啊 可以让你那个什么 磁细 把那个黄金时间拉长一点 拉长不是72小时 拉长在一个礼拜 你被救援的机会就增加很多 这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对防震这方面 除了屋子这些桥梁这些防震 自己本身 应该在家里放一些救命包 会对你的那个后救的机会 万一发生的后救机会高出很多 是 而且其实就像老师特别提醒的 面对灾害 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文化程度 我们面对灾害的这个能力 是不一样的 那以我们目前为止 其实就于地质方面的了解跟知识 已经是比几千年前要来的 进步太多了 那如就这样子来讲 我们面对地震 我们目前可以掌握的资讯 是可以对于地震的了解 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OK 那个到目前为止 整个各种自然灾害 像火山地震或是洪水等等这些 地震是灾害最大的 而且最不可以预测的一个地方 可是有些人就在讨论 地震为什么没办法预测 其实严格说来 它不可以预测到不混 不是完全都不了解 几个例 我们知道 地震可能有很多原因所发生的地震 可是危害最大的 就是断层移动所产生的地震 那断层 我们基本上 如果在以台湾为例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台湾调查 哪些地方是活断层的地方 潜在性地震就会发生在这地方 所以地点有了 所以我应该前面要交代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做地震议测的时候 要知道一个地震 核时 核地 以及规模大小 这三个变数里面 我们要去对它做移测 所以现在我们核地已经可以确定了 核地你只要有核断层 你把它整个好好的描绘出来 那核地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了 那规模呢 其实也可以 因为规模的话 就是有一个经验公式 可以告诉我们说 这个断层多长 会发生多大的地震 所以我们只要调查说 这个断层的长度 然后带出那经验公式 大概可以议测 这个地方如果万一动的时候 它会多严重 多大规模的地震 唯一不可 那个什么 议测的就是时间 是 这个时间有长短 精切的时间 像我记得有 大概几年前 美国地址调查所 我们称为USTS 发布一个新闻 说加州 刚刚我们谈到的 Sanandris Falls 在未来30年 会发生7.0以上的地震 30年一般民众听到 这个很难处理啊 我们明年都不知道在哪边 30年 所以这个什么 地震 它30年 可是这个在地震学里面 地震的议测里面 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所以我们就会谈论到 如果真的要议测一个地震 就要看这个当地的容忍的程度 我们以921而言的话 在那个什么 我们的中部视线是 大概400万人 你要要求这400万人 我说告诉你 可能说这个礼拜三天内有地震会发生 那一般民众 OK三天而已 那我就可以暂时出去度个假 离开一下 三天后再回来 但是万一说 OK你告诉我们一个礼拜 就开始有一个月 一个月更难的 所以时间的精准度 就影响到这个所谓防战 我们应变的方式 对对对 所以在地震的预测方面 最难的就是时间 其实在什么地方 河地都这么大小 基本上海南可以部分的掌握 就是时间是没办法掌握 也就是造成我们地震 海南去预防的一个原因 在影片的最后 有提到就是分隔 欧洲跟亚洲的 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 那他们希望在这里下 建造一条最长的海底隧道 那工程人员信心满满的说 这个绝对可以去避免 可以防震 然后可以避免所有的 这些天然的这些灾害 那老师以你自己长期观察地质 对这个地质的学习 对于我们人类这样的野心跟信心 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建造这么长的一个隧道 那当然如果说你不计成本的 不计成本的去把它建造 当然是稍微安全是没什么问题 可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 你在建造这个隧道的过程 你不能穿过活动断层 你一穿过活动断层 因为这个活动断层一撕裂 那你这个隧道就破坏掉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OK那有人就说 OK那我就调查得很清楚 也避免掉这个活动断层的地方 然后黄震系数我也设计到高标准 花了很多的钱去把它应该是最安全的 可是我们知道 那个什么 对自然界的了解还是有限 很多的那个 尤其在世界很多的 活动断层带的地方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称为盲断层 这我们还不知道 对因为它在地上没有露出来 你可能调查不到 那调查不到这个盲断层 那万一哪天你刚好认为说 地表这些或是你所掌握的都没有活动断层通过 那万一底下有个盲断层 哪天活动这个还是毁掉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建造这样一个隧道是很有野心的 也可以做到工程面上可以做到 可是对自然界你还是要有一个敬畏的一个心 毕竟我们对自然界还是有很多地方不了解 在建造过程中还是要处处为 步步为营 把安全考虑在里面 然后是我值得投资 也可以另外一个 另外也要去思考一下 是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真的我们今天这个透过纪录片 把我们的文明跟这个断层去做一个连结 我们才知道其实我们人类的文明跟这个地质 实在是息息相关呢 没有错 而且这个息息相关给我们的好处的同时 其实更重要是我们要如何去考虑到这个风险 要不然我们的文明可能就会在我们对于自己太过信心 对于这个工程的能力太过依赖的时候 忽略的这样子的这个风险 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文明的保存都是相当大的这个灾害呢 所以敬天爱地又一个敬畏的精彩 是面对大自然最正确的态度 那感谢老师感恩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地球正词 感恩 acker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